国人吃的安全 行政院食安小组今天跨部会展开 全国民生物资的鸡茶 首部对象是锁定乳品业者 上午来到了光泉公司 针对六类八十六项的动物用药残留 全面检测 另外包括了原料的来源 厂房的卫生环境 也都是鸡茶的重点 仔细的将鲜乳产品封存送业 全国性的食安大鸡茶今天展开 首部的鸡茶对象是鲜乳大厂光泉公司 从原料来源 制作流程到工厂卫生 每一个小细节都不马虎 另外还将针对民众最担心的动物 用药残留做六类八十六项的仔细检测 我们鸡茶的蜜蜂蛋 把它放在里头 老师这个产品的抽烟结束了 但是我们把它蜜蜂起来 那么第一波是鲜乳 我们预计在月底之前要查完 十七家二十家的工厂的鲜乳 第一波针对鲜乳将抽烟 二十家工厂鲜乳的产品 另外连接食品米淡品 有机农产品及酱油 也将逐一展开跨部会的鸡茶 标准检验并将公布检验结果 还给民众一个安心的消费空间 太阳检验了